大家好,我是Amy 我今天要來分享的是 如何判斷正確的投資建議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在很多地方 聽到各式各樣的建議 比如說告訴你該買哪個股票 比如說告訴你這個市場怎麼了 或者是告訴你現在買什麼基金最好 或者是該買什麼樣的保單 可是我們在眾多的訊息當中 我們到底要怎麼去篩選 怎麼去理解這些基金對我們是為了我們好 還是為了對方好 而現在我就想要來分享關於一些金融業者的真相 當大家面對這些金融業者的時候 你可以多放一點心眼 去思考一下這些建議 哪一些是對你有好處的 哪一些可能不全然是 這是一個關於投資理財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每週只花10分鐘 就可以增加自己競爭力的話 歡迎訂閱喔 那我就開始囉 我們在學習投資理財的過程中 我們總是會遇到不同的人 包含銀行專櫃 或者是理財專員 甚至是投顧老師 或者是保險業務員 還有我們所謂頻道的基金經理人 我們會遇到各式各樣在金融產業中的員 但是有些人也許他們的工作離我們很遙遠 但是有些人他們可能就是直接會提供給我們產品建議的人 而這些人跟我們之間的厲害關係 其實常常應該做為我們判斷他們建議的考量 所以我非常強烈的建議大家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因為有了獨立思考的能力 你可以透過這些人的幫助而得到有效的商品訊息 但是你要透過自身的需求出發來找到真正適合自己的產品 所以我就來分享一下 這些金融業者跟你之間的利害關係到底有哪些 首先我們來講最常見的就是在銀行的理財專員 其實對我來說我覺得理財專員這個名稱 可能會讓大家聯想成理財專家 可是事實上對於這些專員理財投資知識的人來說 我們做的事情在本質上是不太相同的 理財專員我覺得他應該正名為基金銷售員 因為他的收入可能來自於他銷售基金產品的佣金或獎金 就算不是完全來自於這裡他可能是一個領底薪的業務員 但是很有可能他在每個月還是要承擔銷售基金的業績壓力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如果他強烈的推薦你們購買一個基金的時候 這個建議是來自於他的佣金的高低 或者是市場趨勢的決定 這就完全固定了 所以我強烈建議你們 有一些非常有良心的理財專員 他的確會大量的做功課提供非常好的建議 但是並不代表每個都是這樣 所以你們也應該要學會自己做功課 學會去判別這些建議是不是對的 第二個就是我們許多人一生可能也脫離不了的 就是所謂的保險員 這個社會的現實就是 根據一個數據指出 台灣一年的年假保費是1.37兆元 就算是只有1%也都是137億元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可觀的數字 對一般大眾來說真正好的保險 有可能是在你的保險尚未足夠的時候 選擇低保費高保障的定期保險 這樣子可以讓你快速的去cover你保險的需求 並且還有一些資金可以運用 拿來做投資或做未來的規劃 但是對非常多的保險員來說 低保費高保障的這些保險呢 第一件事情實在是定期的 第二件事情他的保費並不高 所以對他們來說佣金的吸引率就特別的低 所以他們比較傾向於購買或者是推銷給你的是 高保費低保障的終身險 或者是一些儲蓄險 但是真的所有推銷終身險的保險員都是不好的嗎 其實這也不見得 如果是醫療險的話 我反而推薦大家可以考慮買終身險 原因是因為醫療險有個特性 它會根據你加保的當下 你所有的既往病症列為不保事項 所以越年輕的人他身上發生的病痛 發生過的越少 所以他能夠保這樣的範圍就會比較廣 但是如果你今年老了身體哪裡得過病 比如說肝臟生過病 腎臟生過病 那可能會因為你過去的病歷 而產生太多的聚保項目 這樣子醫療險能涵蓋的範圍就會越來越少 所以反而適合比較年輕的人 可以開始找一點為自己規劃醫療險 回歸正題 所以你們在收到保險員的建議的時候 也要去思考你們真正需要的保障是什麼 而他給你的建議到底有沒有符合你的保障 如果不符合 而且又有過高的保費 請你翻掉這個保險員 換一個會真心為你著想的保險員 等到你未來資金有餘裕之後 再來考慮其他的虛險或年輕險之類的東西 對你會是最好的 接下來就是所謂的頭部老師 我覺得我講這段內容可能會得罪很多人 因為有一些頭部老師他們的工作 就是收取會員費還有收取學費 然後去告訴你說 可能可以投資哪些標的然後做分析 當然有些頭部老師也可能是好的 但是也有可能會出現某一些 爛魚充數的頭部老師 他們可能大量的收取會員費還有學費 但他們自己從來都不投資 他們真正的收入來源並不是來自於投資市場 而是來自於他們收取的會員費與學費 所以遇到這類型的頭部老師 當他給你的宣布建議 你就要審慎的考量 他到底是不是真心的為你著想 或者是他有沒有跟你一樣在市場上面 操作他的資金 再來就是證券商 證券商跟你之間的利益關係呢 他其實賺的不是來自於你的漲地 而是你的手續費 所以對他們來說 你的交易頻率越高 他們的收入越高 所以當你選擇的平台 他是透過你的交易頻率來收費的時候 你就要審慎的去評估他給你的建議 到底是不是好的 是不是真的需要那麼高頻率的轉換呢 才能夠為你帶來資產的政治 接著呢就是所謂的基金經理人 基金經理人的任務與工作呢 是募集資金 然後並且代操代為投資 那他們有他們的職業的標準需要 那他們的收入來自於他們的總管理資產的百分之一到二帕 所以呢代表的意義就是 當他所管理的資產越大 他的管理費的收入就越高 因此真正的基金經理人 他們也非常在乎自己的績效 他們也希望他們的績效越高越好 但是如果一次績效太好的時候 有可能他的投資人又獲利了解 又讓他的資產總值下降 但是他們也不能讓他們的績效表現太差 因為如果績效表現太差 他們就會直接失去了他們的工作 所以針對這幾種職業呢 我請大家在接受到 不管是任何投資理台的建議 都可以隨和自己獨立思考 遇到證券的時候 你要思考的是 第一件事情 這麼高頻率的交易 真的對我的資產的增值有幫助嗎 第二件是遇到基金經理的基金管理的時候 你要去評估的是 這個基金的長期績效對我是好的嗎 第三件事情就是 當你遇到保險的時候 你要思考的是 自己真正需要的保障是什麼 而不要被牽著鼻子走 然後第四件事情 遇到投顧老師的時候 你要去思考的是 你自己的投資策略是什麼 不要總是靠著別人來報名牌給你 最後 當你在銀行遇到理財專員的時候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存的考量 所以 他能給你的建議 不完全是 只對你好的 這就是你需要評估的方式 這時候大家就會覺得很慌張 說那怎麼辦 我到底該聽誰的建議 或者是 我該對誰學習 其實在市面上 有非常多非常好的書 然後有非常多的大師 他們其實有 撰寫出他們的know how 告訴你他們的投資策略 練習看看 每個月拿收入的十分之一 作為你的投資本金來做練習 去驗證一下這些投資策略 哪個最適合 相信我 如果你要學習變有錢 絕對要去向有錢人學習 而這些在你面前 對你銷售商品的人 他們可能不見得是 值得你學習的有錢人 這些事情很現實 但是我希望每個人 不管在挑選任何投資理財商品的時候 都能夠獨立的思考 並不是說這些職業的人都不好 而是說這些職業當中的人 有的人是抱著善念出發 真心的給他的消費者很好的建議 但是同樣的 也有人以自己的利益為出發點 想盡辦法 想要從消費者身上收刮優質 所以我希望你們可以自己去判別 到底哪些人 適合成為你的建議的提供者 這樣對你來說才會是最好的 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給大家的內容 有任何問題呢 歡迎留言跟我說 也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那麼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希望這樣不會得罪各位金融業者的大大 請原諒我 那如果你們有什麼不同的想法呢 也歡迎留言跟我講 謝謝大家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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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